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25日 鸣鼓屋八经恶斗广岛三剑 周日中午 日本职业联赛杯分组赛C组上演重头戏 广岛三剑将于主场迎战鸣鼓屋八经 两队分组赛首轮齐齐获胜 并且近期均展示出非常好的竞技状态 此番是均力敌之争一场合局可以预期 新赛季日直开局前三轮发挥欠佳之后 广岛三剑终于梦如苏醒 先是在日联杯中以3比1拿下比赛长到胜利的滋味 紧接着来到联赛后又迎来两联胜 以一波格向赛事三联胜强势反弹 之所以能够迎来反弹 很大原因是因为球队进攻得到改善 满田城终于找到射门感觉 两度取得进球 其中包括一个绝杀进球 个人竞技状态火爆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广岛三剑近期防守亦有所好转 其中连续三场上半场保持城门不失 与此同时接二个主场作战均取得胜利 这无疑为球队是以增添争胜的筹码 另外 球队上一次输球给名鼓乌八经 还要追溯至2021年4月中 过去五次交手更是取得四胜意和佳绩 因此广岛三剑是一主场毫无畏惧 制造好的射门机会 勇景千佑 九景轩浮和卡斯柏真卡就能够完成致命一击 三人进六场葛向赛事分别攻入两球 金杖他们的表现值得期待 尤其是日联杯分组赛首轮上演 没开二度的九景轩浮 或许两队过去五次交手无一圣计 成为了阻碍名鼓乌八经前进的绊脚石 但好彩球队近期状态理想 而且过去四个客场赢足三场 展示出非常好的作客战斗力 名鼓乌八经 示意还是有望全身而退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